生抽 对 一些生抽它有一点颜色嘛 会比较好看一点点 加进去果然颜色变得漂亮一些 一点比较生 然后呢 放一点点的料酒 料酒 增加它的香味 好 胡椒粉 胡椒粉 对 有一点点辣 不要太辣 我太喜欢了这个味道 对 好 一点点 你看 饭不多 来 一点点 OK 既然无欲喜欢 多饭一点 好嘞 好嘞 那今天中午有的吃了 好 那调料调完了 剩下时间就是在煮 煮到什么程度 等它汁快收没了 就可以把它盛锅 对 如果想要味道更好的话 我们还要加点什么 可以放点鸡精进去 对 提鲜嘛 对 提鲜 我们加一点太太乐的鸡精 对 最后面呢 在出锅的时候 而且可以再放点麻油 香麻油 更香 更好吃 完了 口水口水来了 可惜今天我们的面 准备得少了一点 对啊 那个量可能只够你吃 太好了 谢谢 谢谢我们的吕老师 好 我们要炖久一点吧 对 炖久 稍微炖久一点 这样味道会更香 更香 对 而且呢 茄子也比较的暖 好吃 肉也比较辣 好吃一点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盆 哇 汤汁已经收得差不多 汤汁基本上到它一半了 对 对 好 现在要放蛋 把鸡蛋直接打到这个罩子里 对对对 但是放蛋有一步 有一步 这是我的诀窍 好 不焦的 怎么样 把你的原厂 这个茄子 肉 全部往旁边放 汤汁流出来 这个蛋 直接打到汤汁里面 要不然它成不了蛋花 没错 好 一边搅 一边层蛋花 真的耶 跟我们做汤的时候 那个有的一拼 有点像 对吧 是 那如果说你和这个 原材料一起打的话 它就成不了蛋花 现在打完之后 把原厂翻过来 这样的话就完全融入了 对 你看 蛋花是蛋花 我们的辅料是辅料 对对对 现在蛋打完之后 我们可以关火 关火之后 出锅之前 我们放点香麻油 第一点我们的太太乐 香麻油 OK 好 有点固的 太棒 非常香 再给它拌一拌 不错 香味全出来了 味道好极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 扫子 浇到上面去 你知道 做美食栏目 就有这点好处 就是每一天 都可以享受在这种 特别飘香的味道当中 是 OK 好了 那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非常美味可口的 茄丁扫子面 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那我们可以先吃吗 可以可以 没有什么 就让大家先看着制作过程 让我们可以开吃了 大家先看制作过程 具体的做法 我们来看看 茄子五花肉切成丁 葱切成小段 蒜切成末 鸡蛋打散备用 起锅烧水 下面煮熟透 捞出装盘 起锅热油 下入茄子丁 过油盛出 接着爆香蒜末 放入五花肉丁 煸炒出香味 再加入茄丁翻炒 注入清水熬煮 调入生抽 料酒 胡椒粉 小火慢炖收汁 出锅前 调入鸡精 加入蛋液 最后把料汁和面 融合即可 健康小提示 茄子是少有的紫色蔬菜 营养价值也是独一无二的 它含有多种维生素 以及钙磷铁等矿物质元素 常吃茄子 对防治高血压 动脉硬化 脑血栓 老年斑等 有一定的功效 更多精彩内容 请请关注 石拉运转新浪微博 想问一下 吕老师 就是这道 面食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没有 好 谢谢吕老师 那同时呢 也希望呢 电视机前的朋友 可以参加到我们 石拉运转的节目当中 通过拨打屏幕下方 电话号码 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 前15名呢 您就可以获得 金龙鱼 深海鱼油 调和油了 当然了 在这边呢 要谢谢吕老师 今天做错我们的 美食节目 石拉运转 同时呢 要感谢我们的 大政智能 急承造 感谢我们金龙鱼 深海鱼油 调和油 感谢泰泰勒 对石拉运转的大力支持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 记得锁定东南内视 收看美食节目 石拉运转 那我们明天见吧 再见 拜拜 再见 家常不过的冬瓜 怎样烧出不平凡的味道呢 不可错过明天的 客家菜推荐哦